欢迎来到明显追踪 前几天我做了一期悉尼购物中心的案件 结果系统觉得我做得不错 上我绿带的钞票呢 他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把钱的颜色给我改成了黄的 这是要给我黄金的意思吗 改颜色的理由是怕吓着孩子们 于是视频被整成了18X 好吧 再这么下去的话 下个月就接不开锅了 但是 我盯着黄色的图标一看 突然间我悟了 瞬间明白了油罐的良苦用心 原来系统是在暗示我 他要我讲黄金 OK 安排 说到黄金 我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电影 意大利任务里面 运超车被扎到地底下 然后大家一起搬黄金的画面 类似这种抢银行抢名画 抢运超车 然后一夜暴富的电影 其实也算是好莱坞的一个标准化类型了 不过事实证明 现实生活中 如果真的是要做一票大的话 完全没必要搞那么多高科技 2023年 加拿大发生了一起震惊了全球的黄金大吉案 一名嫌犯只用了一辆破卡车和一张纸 就成功地截走了6600块金条和250万加元的信件 所以实际上 你不需要炸弹专家去把大门轰开 不需要有顶级的安全网络专家去帮你破解密码 不需要全副武装 不需要化妆成特径 更不需要会跳舞 不需要穿过什么激光扫描 你需要的除了一张破卡车跟一张纸之外 就是敢说敢做超级家伙直接就干的态度 干什么呀 你是谁 这些枪不准什么了 非这些干嘛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吃个瓜 聊一聊前几天刚刚被警方破获的 在2023年震惊着整个世界的 加拿大黄金大金安 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 还得从加拿大温哥华的黄金和外汇交易所讲起 一年前2023年4月份的时候 温哥华黄金和外汇交易所 在当时需要一批外币 于是他们联系着自己的商业伙伴 远在瑞士的瑞福森银行 让他们把自己需要的多种外币空运过来 瑞福森银行是瑞士的第三大银行 有270家分行 员工1万人左右 他们是温哥华黄金和外汇交易所的长期合作伙伴 这次需要空运的外币总价值大约为250万加元 重量53.18公斤 而且真的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样 这些个现金整整装满了三个大麻袋 为了确保长途运输的途中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瑞福森银行这边 于是找来了安保公司Brinks 来负责押运这笔钱 Brinks是全球知名的安保公司 始创于1859年 他的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Richmond 专门负责黄金、珠宝、艺术品、货币等高价值物品的运输 巧合的是 Brinks在接下了瑞福森银行的这笔外汇运输订单之外 另一笔更大的订单找上门来了 瑞士的黄金锻造厂Volcambi找到了Brinks 要求他们帮忙运输一批金条到加拿大 Volcambi是全球最富盛名的黄金锻造厂之一 制造工艺精良 该公司在经历了多次买卖之后 在2015年由印度黄金和钻石巨头 拉结石出口公司控股 而当时从Volcambi订购黄金的这个财大气粗的客户 就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道明银行 也就是TD Bank 该银行是加拿大五大银行之首 有1062家分行 2023年该银行的总资产达到了19570亿加元 自从俄乌战争以来 国际上对于黄金的需求暴涨 因此多伦多道明银行从Volcambi这边下了个大订单 要求Volcambi为其精致6600块金条 纯度为99.9% 总重量达到了400.19公斤 而Volcambi在准备好了黄金之后 同样是找到Ribrix 委托其把金条安全地送到加拿大道明银行那边 如果记不住这么多公司的名字 也不要紧哈 你只需要知道 一批黄金加一批外币需要从瑞士出发去加拿大就行了 由于路途遥远 所以负责安保的Brinks公司找来了加拿大航空合作 他们跟加拿大航空订购了ACSP 也就是航空货物安保服务 根据航空公司的说法 这种服务会有相对更高的安全级别 当然也需要支付额外的安保费 考虑到这次黄金和外币的目的地都是加拿大 接收方也都是Brinks公司 于是加拿大航空这边把金条和几袋子信件一起打包到了一个坨板上 打算在飞机落地后一起转交给Brinks 殊不知这批货从一开始就被另一批人给盯上了 2023年4月17号礼拜一 加拿大航空的AC881航班从瑞士的苏利市机场起飞 经过了8小时50分钟的长途旅行 最终在4月17号当天下午的3点56分 准时抵达了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皮尔森国际机场 晚上的9点30分 Brinks安保公司的防弹车来到了机场餐库 他们拿出了空运交货单 要求餐库人员提货 奇怪的加拿大航空的餐库管理员 在机场的餐库里找了一大圈 愣是没找到这批货 得到了消息的加拿大航空管理层 立刻对此事件展开了内部调查 几个小时之后 在4月18号凌晨的2点43分 加拿大航空拨打了报警电话 表示餐库里的金条和外币不翼而非 请求警方立刻协助调查 警方立刻协助调查 警方立刻协助调查 牙医员养刷 这次失窃的黄金是一个高价格的购买 它是存在黄金 但并不是为了黄金 而存在其他购买的购买 这次的购买价格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搜索的购买价格 是为了20亿美元 负责这起黄金失窃案的 是当地的Pill区警局 考虑到这次失窃的是 400多公斤重的黄金 和53公斤重的信件 总金额超过了2000万加元 所以Pill区警局 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从多伦多市各地区警局 抽掉了17名精英探员 在加拿大黄家骑警 和安大略省犯罪情报处的帮助下 组成了一个特别调查组 由重案组组长Mike Mavity牵头 开始了代号为24K金的行动计划 他们首先仔细查看了餐空 当天晚上的视频监控 拼凑出了案发的时间线 4月17日当天下午的3点56分 AC881航班抵达了多伦多皮尔森国际机场 24分钟后下午的4点20分 机场的行李和托运物品 开始被卸下飞机 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到了下午5点50分的时候 这批黄金和外币 才被安全地送到了机场的临时餐库里 仅仅过了42分钟后 晚上的6点32分 一辆白色的五吨卡车 倒进了餐库的G12号出货口 根据餐库工作人员的描述 来提货的卡车司机是一个黑人 戴着口罩 他身穿黑色的外套 外加一件蓝绿色的工作马甲 头上还戴着个蓝色的头套 镜库里能看到他下车的时候 司机的手里还拿着一叠文件 推测是提货单 进入餐库之后 该司机把一张加拿大航空的提货单 交可着餐库一名 穿着黄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而这张提货单 是本案的关键证据之一 乍一看 这是一张正规的空运提货单 各种清官手续 检验工作都已经完成 并且还盖了张 盖张的日期显示的是4月17号 也就是当天 所以当时的餐库工作人员 按照下面的托板单号 也就是AK1开头的这一串数字 找到了相应的货物托板 之后这名工作人员 开着插车把货物直接送进了卡车里面 在确认了货物进车之后 卡车司机拉下了车门 扬长而去 不过现在探员们在看这张提货单 一下子就发现了很多漏洞 首先这张提货单里的货物发出地 并不是瑞士 而是从英国的苏格兰发出的 发进人既不是Walkambi铸造厂 也不是瑞福森银行 而是一家名叫Cook Aquaculture的海洋鱼业公司 收件人这边也对不上去 提货单上打印的收件人 是安大略省的一家名叫 All Seas的海产品运输公司 也就是说这张空运提货单里的货物 其实是一个托板的冷冻海鲜食品 并不是什么黄金和外币 而且从空运单的中间也可以看到 这批海鲜食品它的总重量是1235公斤 完全跟尖条和线尖的总重量也对不上 比它们多出了整整781公斤出来 在和加拿大航空的货运主管确诊之后 警方得知这张提货单所有打印出来的部分 都是真实的 只不过盖章和手写的部分是假的 这批海鲜货物的确存在过 它的检验和清关日期是在4月16号 在4月16号当天就被提走了 而杰匪再把这份海鲜提货单重新打印了出来 然后盖了个假章 把日期改成4月17号 最后再写上黄金和外币的那个托板号 AK13814127 当餐库的工作人员看到各种手续都有盖章 盖章的日期也没问题后 于是直接就按照托板号 把金条和信件提了出来 完全没理会单子上写的收件人和物品 到底是不是能对得上 所以杰匪就这么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而加拿大航空这边还屁颠屁颠的帮着劫匪 把金条和信件都给人家装上 没准回头还说了一句谢谢呢 在仔细的分析完收货单之后 警方在第一时间就确定 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犯罪 不仅仅是一个人就能做出来的 根据安保公司Brinks提供的证据 他们公司是在4月14号 也就是货物到达的三天前 才通过电子邮件跟加拿大航空确定了 他们要订仓以及需要托运的货品 而4月17号货物就被盗 能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就规划好 如何分工如何抢劫 如何逃离现场如何销赃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单靠着卡车司机一个人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所以警方认为加拿大航空里面绝对是有内鬼 这一点不需要怀疑 因为警方通过分析打印纸张的墨水和打印机型号 确定这张提货单本身就是从加拿大航空内部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而且打印提货单的人一定是相当熟知整个提货流程的 劫匪知道打扮好的货物通常都会被黑色的保鲜膜包起来 从外面看的话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货 劫匪还知道机场仓库的人忙起来的话 通常只会关注盖章的日期和托板编号 根本不关心里面的货是什么 而且这帮人提前就知道了黄金和外币所在的这个托板号码 而这批货是在加航的仓库包装和打板的 所以托板号只能是加航内部人员泄密出去的 综合分析了新有证据之后 专案组开始兵分两路 一路探员从加航内部着手 试着找出里面的内鬼 特别是有机会接触到打印机的人 另外一路探员则从货车和司机着手 试着追踪车辆之后的行动轨迹 警方一共调取了机场周围225家企业和个人的进空视频 在经过了数千个小时的仔细检查之后 警方的技术专家们终于拼凑出了卡车的逃亡路线 4月17号的下午 当AC881航班降落之后 金条和信金被卸了下来 转移到了机场旁边的假航临时餐库 劫匪在当天晚上的6点32分 满载着金条和信金离开 他顺着Brain Tana东路下去 七拐八拐一直开到了Dixie路 然后他一直往西沿着401号高速公路下去 沿途该卡车经过的每一条路的岔口 警方也都查看了监控 一个小时后在晚上的7点33分左右 卡车出现在了波朗特路附近 之后他右拐连着波朗特路一直往北走去 此时的卡车已经来到了郊区 这里的监控稀少 卡车最后出现在监控画面里的地点 是在小镇米尔顿附近 另外一边 调查加拿大航空内鬼的工作 也有了重大突破 泰民发现至少有两名加航的内部人员 具体参与和协助了当天的行动 他们分别是54岁的机场餐库员工 Pompel Sidhu和加拿大航空31岁的经理 Simran Pridh Panza 54岁的 Sidhu在2024年的4月5号被捕 警方认为一直在加航餐库工作的他熟悉 餐库的工作流程 所以才想出了伪造提货单 直接让人来参控拿黄金的大胆计划 而31岁的Penza就是那个打印了提货单 并且提供了托板号码的那个人 其实探员们对这个加航经理Penza印象深刻 因为当时警方派人来调查加航的时候 加航这边就是让Penza领着探员们 在机场的各个地方讲解 事后根据探员们的回忆 当时在给探员们讲解的时候 Penza一直板着个脸表现出一种非正常的焦虑 遗憾的是案发的几个月后 当警方把注意力集中在Penza身上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家伙已经辞职了 直到今天他依然没有被警方抓住 通过调查Penza和Sidhu的人际关系 警方很快又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现了抢劫案中的更多同伙 这些人大多都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 有的人飞去了英国度假有的去了迪拜 还有人买了一辆超级跑车 所以其实调查进行到这里 警方心里清楚的明白 这批价值2000多万元的尖条和外币 大概率已经被挥霍的差不多了 不过为了寻找更多的证据 挖出更多的线索 警方并没有着急抓捕 而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 在这些劫匪中 警方调查得知 案发当天去接获的卡车司机 是一个名叫Durant King McLean的25岁黑人 不过King McLean可是个老滑头 跟加拿大黑帮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警方尝试着找他的时候 这个家伙早就不知道躲哪去了 怎么也找不到 无奈之下Pure去警局只能到处通缉King McLean 甚至把他的信息还共享给了美国警方 因为此时的24K特别调查组已经确定 这次的黄金大结案 幕后黑手就是加拿大黑帮 而案发的皮尔森国际机场 就靠近美国边境 美家两国的黑帮 经常跟串门似的来来回回的走动 而果不其然 案发的5个月后 在加拿大抢了黄金的King McLean 却在美国的边西法尼亚州 被逮了个正招 2023年9月2号礼拜六 在这天晚上临近午夜的时候 一位正在边州Chimbersburg市巡逻的州警 注意到前方的一辆轿车尽管没有超速 但却时不时的会往边上偏移 感觉司机像是喝醉了 或者是服用了违禁片 当州警把车拦下之后 司机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租来的 而当州警准备查看他的车后卫箱时 这一名黑人司机一个转身就变成了博尔特 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掉头就跑 在顺利将其逮捕之后 警方发现这个家伙就是隔壁加拿大正在通缉的要饭 Durant Kim McLean 原来这个家伙自从抢了黄奸之后 就非法进入了美国境内 事后通过追踪McLean的车辆轨迹 警方发现他在亚特兰大的一个卡车租赁公司出现过 当时他的手上还提了一个大的手提包 而州警在他的后备箱里就发现了这个手提包 打开之后发现包里装的是30把自动手枪 而除了这30把外 后备箱里还有其他35把武器 其中包括一个被抹去了序列号的幽灵手枪 两把被改装了的自动步枪 在发现了后备箱里的65把武器之后 州警把案件上报给了ATF 也就是美国酒精烟草枪支爆炸物管理局 ATF的特工们在调查后得知 King McLean近期一直在美国的边州 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等州从事军火生意 后备箱的这65把枪里有54把是他自己花钱买来的 11把是偷来的,而枪支的输出目的地就是加拿大 抓捕了King McLean之后 ATF跟加拿大的Pill去警局通报了情况 为了共同打击帮派犯罪 两个不同国家的不同部门 开始在这个案件上通力合作 共享情报资源 ATF经过调查后发现 黄金大捷案里至少还有三名成员 一直在给身在美国的King McLean提供资助 他们分别是美国公民Jalisa Edwards 加拿大公民Archie Grover 36岁 加拿大公民Pathas Paramalingam 34岁 其中Paramalingam是主犯 他不仅找着舌头让King McLean可以自由自在的 在美加两国来往 而且还负责给King McLean提供资金援助 帮助他在美国购买枪支再运回到加拿大 而Edwards和Grover则帮着King McLean销毁证据 几个人在黑帮的操纵下 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案手法 另外一边 McMavity探员领队的加拿大警方 也取断了重大战果 虽然他们并没有公布是怎么找到 那辆运输黄金的卡车 不过网上的资料显示 加拿大另一边的 纳奈默式的皇家骑警 曾经在黄金大捷案的两个月前 2月13号 公开寻找过一辆被盗的5吨白色卡车 这辆车是加拿大黑套A快递公司的货车 估计被盗的时间是2月11号到2月13号之间 假如这辆车就是劫匪当天使用的那辆 那么他走的路程可远了 从纳奈默式到皮尔森国际机场 全程是4000多公里 要开40多个小时才能到 在审问了50多位行人执行了37个搜查令之后 加拿大警方在黑帮的多个窝点 找到了大量的物理证据 其中包括现金43万加元 6个大尖镯子总价值89000加元 以及在犯罪窝点发现的多个黄金切割工具 胶筑工具等 结合上面提到的那6个大尖镯子 警方怀疑那6600根尖条 多半早就化成尖水变成其他物品了 今天事实现的犯罪 我们看到了 他们不尽联系 那么你拿取了一份战略 然后再加算他进入其他物品 我们有很多关注 的原因是 而不是因为那些人 拥有其他物费之类 但它们将来到了国家的威临置 是由于允实的最终的消息 是什么的 它的判断是我们所见的 是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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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取消金 那现在会称移行到这种案件 I would maybe invite Detective Sergeant Mavity up to spea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at So gold is fairly unique where there's no DNA in gold So if you change the from a solid state you were to melt it down and put it in a different state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tell if it's from the same one So we believe the gold has been melted down and reconstituted into local and possibly international markets It can be done unfortunately fairly easy And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find out And we're trying to obviously look for that And obviously any profits that the suspects made from it That's another ongoing obviously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除此之外警方还在两个不同的黑棒窝点里 发现了两张手写的分当名单或者是债务列表 这两张纸一共列出了18个人的名字 有的是真名有的是外号 警方并没有公布名字的具体信息 不过从左上角的那一栏就能看出来 第一个人应该是老大 他一个人就分走了5M 也就是500万加元 其他人则零零散散地分下了剩余的钱 第一张纸上写的总金额是994万3000加元 第二张纸上写的总金额是1023000加元 有了这么多钱 也难怪那些人会去旅游 会去买跑车了 黄金大结案的整整一年之后 2024年4月17号 Pill区警方联合美国ATF 共同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在案发的一周年这一天 向全世界宣告了案件的最新进展 截止到2024年4月17号这一天 他们已经逮捕了9名嫌疑人中的6人 除了之前提到的那几位之外 这6人中还包括了负责销赃的37岁珠宝商Ali Raza 以及40岁的Amit Jalota 而目前在逃的有三名嫌犯 其中之一就是案件的主犯 31岁的前加拿大航空经理Pensa 这起黄金大结案虽然是破了 不过令人大惊眼镜的是 在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 一向仁慈的加拿大政府和法院又生命了一次 奇怪为什么我要说又呢 除了人在美国的King McLean还待在美国的监狱之外 剩下在加拿大被抓住的5个人 全部在缴纳了保释金后 直接就被放了出去 这让在场的一位印度记者非常不满 当场问出了一个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凭什么 Good morning, this is Nitin Chopra from PrimeAsia TV First thing comes to our mind is after all this press conference investigators work day and night for last one year very easy is to release them in a single day and the chief said that they are already out on the conditions is that right? such a heinous crime why they should be released in a single day hard work, pace when criminals should be behind the bars what message you want a strong message you want to give on this so it does frustrate us without a doubt but as you know you know we are one part of the system our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is case withstands probably a very lengthy court process that's yet to begin and you know how individuals are released is a frustration we have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there wasn't just a theft it's a dotted line correlation to public safety being compromised here but it is a very frustrating thing for our members no doubt but it is part of the environment here in Canada Chair Nando want to add something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hat a great question and it speaks to our frustration you know 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investigate crime and lay charges we are not the judiciary we are no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e are no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e don't pass the legislation on bail bail reform et cetera et cetera I'm sure it's no surprise many of you have noticed that when the time comes that a vehicle is stolen for example like mine was from my driveway as well it's always very young kids because organized crime targets them because they know it's just a young kid that made a dumb mistake and so really do we want to get them started in incarceration so it becomes a revolving door it sounds like a joke but my friend and the media know it's true there was one instance where with regards to a carjacking organized crime the individual poor fella the judge said okay we'll put you out on bail he walked into the courthouse parking lot and stole another car you can't make this up 虽然这起黄奸大戒案 还有三人在逃 但警方表示 实际上他们已经得到了信报 大概知道了逃犯的位置 预计在这么大的宣传力度 之下 抓住剩下的三个人 也不会需要太久 而有意思的是 警方在这边忙着的时候 作为安保公司的brinks 却和加拿大航空这边 开始撕拔了起来 黄金被盗的六个月后 2023年10月6号 brinks一直诉状 把加拿大航空 告上了民事法庭 他们表示 自己已经把货物的内容 清晰地发给了加拿大航空 清楚地显明了货物 是金块 以及纸币 并且特别说明 这一批是贵重货物 需要特别监管 而且为了确保护物安全 brinks也使用了 加航的ACSP服务 也就是航空货物安保服务 brinks表示 当劫匪进入了 加航的仓库之后 加航方面 没有适当的安全协议 或功能来监控限制 或以其他方式监管 身份不明的人 对仓库的访问 如果加拿大航空 在当时的情况下 进行了必要且适当的调查 那么身份不明的人 窃取货物的行为 应该就可以完全被避免 因此brinks这边 要求加航方面 赔偿整个货物的价值 共计2000多万加元 作为回应 加航在11月份发了 律师函 否认了brink公司 关于安全松懈和疏忽的指控 他们表示 虽然brinks的确是把转运物品 正确地申报为黄金和纸币 但是他们却没有申报其价值 连保险都没有买 而且也没有额外支付 ACSP安全服务费用 加航表示 对方作为一家 经常和航空公司 打交道的安保公司 brinks公司这样做 是处于自己的意愿 并且应当充分意识到 这样的后果 所以加航这边拒绝利赔 这起诉讼 是在加拿大邻邦法院提起的 因为国际运输 受蒙特利尔公约的监管 由于案件的复杂性 和很多不确定性 这起免试赔偿官司 不是要打到多久才能结束呢 那么对于这次的黄金大结案 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觉得是brinks公司在里 还是加航这边在里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不管怎么样 我是觉得有必要 你再刷一次 我最喜欢的意大利任务了 跟往常一样 大家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Gatlin Holy Spirit Holy Spir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